美国新冠疫情日渐严重,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等地相继发布了居家禁足令,要求民众非必要禁止外出或必须居家工作。 全美各大学区从幼儿园到大学纷纷停课,至少影响了2580万名学生。 在线学习正成为确保学生和教师完成课业的主要替代方法。 今天,我们就为家长和老师们整理了几个适合小朋友们的优质在线课程以及活动,让大家可以在停课期间无忧学习。 数学和阅读对于学生们来讲非常重要。 Reading IQ是一个综合性的数学图书馆,为2岁到12岁的孩子提供超过7000本不同阅读水平的书籍,包括杂志、漫画、传记等类型。 电子书刊在满足孩子们阅读需求的同时,也可以使老师们观测到学生正在阅读的内容和数量。 30天可免费试用。 受疫情影响的学校也可以联络申请免费使用。 KuMath.com可帮助3岁以上的学生学习包括加减乘除等基础性质的数学课程。 基于视频及游戏,可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KuMath4Kids.com则实用于3到12岁。 KuMath-Games.com包括面向学前班学生的数学游戏。 Fun Brain是一个专为pre-k到8年级的学生们设计的探索数学和阅读的网站。 通过视频、电子书、游戏等活泼的形式,让孩子们爱上居家学习。 家长们也可以按照不同年级选择直接进入课程页面。 对于喜欢互动式学习的孩子们来说,PBS Kids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该在线平台适合K到12年级的学生,提供包含电视连续剧、视频、游戏、虚拟课程、电子书籍、手工制作等多类型学习方式。 主题则涵盖英文、科学、艺术等。 向家长开放的内容板块,提供教育及育儿方面的小贴士。 您还可以下载PBS Kids Video的APP来收看同步的电视直播。 若有学生喜欢编程,Code.org和Tinker均可提供电脑科学方面的资源。 Code.org身后有包括亚马逊、Facebook、谷歌、微软等科学巨头的默默支持,免费提供K到12计算机科学课程和游戏, 以帮助学生更早地学习编码。 Tinker则为K到8年级的学生提供了完整的在线计算机编码课程。 受疫情影响的学校可以免费获得Tinker的完整课程,包括教师在线专业发展课程。 休闲方面,Exploratorium,BBC History for Kids都可以让学生们在余教娱乐中收获学术课程以外的丰富学识。 家长们如果需要打印学习资料, TheKidsPage.com,NickGR, andED Helper都可以打印包括填字、绘画、拼图等练习资料。 此外,在这特殊时期,孩子们更可以将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提上日程。 魅力中国中文电视特别放送魅力神兽专题节目,放送海量国学经典视频,交唱三字经,学最美古诗词,感受中医魅力,还有功夫,国乐,绘画,中华美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视频资源等着您。 进入魅力专区,文化大观,魅力神兽板块即可收看。 停课不停学,疫情期间,爸妈们正好可以和小朋友们一起尝试不同的网络教学。 课堂之外,我们依旧可以利用优渥的资源继续深造,希望大家居家平安。 我们下期节目见。